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部分通常是处在没有勾的状态 比方说我现在用一个最原始的 这种印度100的比 我们来做调整 如果你要调以下的所有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 先最基础的 比肩形状 它现在指的位置是比肩形状 那这两项到底在调什么 你直接拉拉看就知道了 这是调大调小 没问题吧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间距 我们一般画 为什么一条线画出来这么顺畅 就是因为间距 是目前是这样的状态 如果我把间距拉长 它就会更开 这个意思就是间距拉开的 那画出来就什么 那个珍珠奶茶就出现了 那你说把它调到刚刚好 你就再画一串项链 那你说把它调得很密 那你画出来东西 就会非常的顺 比这个还要再顺 这是基本的 这两个是基本 那你看 接下来如果要调其他 比方这边有一个项目叫散步 我举几个而已 那你要调它 你记得不是只有打勾 不是只有打勾 一定要按字 按字过来 它会同时打勾 顺便跳过来 它的调整面板 这样才有作用 跳过来这个面板以后 你可以调整散步 我们来看 调开 它就变这样 好 那我画出来的效果就变这样 所以你那个枫叶就是这样来的 有没有 好 那这是怎么来 它的数量多还是少 好 快速转换 快速转换意思是说你的 那个颜色 如果有两个以上 它会转换 好 再来是增加纹理 动态色泽 好 比方我举一个例子 这边有个项目 就是潮湿边缘 好 我来到潮湿边缘这一项了 它出现的花样会是这样 好 那我们再加一个 比方说色彩动态 这样子 把它快速的就转换 加了色彩动态以后呢 你可以做微调 所以你画出来的东西 就会出现像色盲剪定表 所以它的花样是透过这些去做调整的 那为什么会有封一种画面呢 因为它的笔刷是直接拿图形来做的 好 所以等一下稍后我会讲你笔刷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好 请你先练习会调这个 那调完以后记得哦 如果你想要永久的保留现在这个调整项目 一旦呢 你在做新的笔刷选择以后呢 这个项目就会跳掉 如果你一定要保留它呢 你必须按这个项目 就是当我们这个面板打开的时候 或者这里有没有 打开的时候 按这个项目 他就会新增一个 他会请你给他一个命名 随便你要不要打 确定以后来他就增加在这个底下 他就增加一个 所以这就是你自己专门设计出来用的笔刷 你试试看 我们要回到前面的章节 等一下你不需要跳章节 而是要在我们的软体里头去选择路径 那我现在跟各位讲 就是在第四章这里头 第四章这里头的第一个单元 这边呢有放入了一个笔刷的资料簿在这里 第四章第一个单元我们稍微记住 然后我们接下来教各位怎么使用 首先你一定要是在笔刷工具 接着呢开启笔刷面板的选择状态 在这个尺人这边按一下 那你记得我现在说的这个方式啊 举凡是样式啊 色票啊 文理啊 还有一些 加进来的那个工具设定啊 这些 他的制作跟加入的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 方法都是雷同的 只是他用的面板不妥 好 所以呢 你以后记得要加东西就是都像这样的公式 我们来到这边选择 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载入笔刷 另外一个叫做取代笔刷 这个两个呢 意思很相像 但是不一样哦 载入笔刷意思就是说 继续在后面加入 那取代笔刷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要新增一个笔刷 但是前面的要帮我洗掉 这样的意思 这个要看个人的需求 一般来讲 如果你不会选择 建议你不要洗掉 而是直接架在后面 好 我们按载入笔刷哦 紧接着他会跳出一个对话框 请你去选 选择你要加入笔刷的路径在哪 好 我们就找到我们刚刚说的位置 先来到第一的硬碟 好 来到我的名字里面 课程单元 第四章 第一个单元 里头这里有个取代跟加入笔刷 挑这边以后呢 他相对应的档案就会出来了 那一次呢 你只能够加一个 一次只能够加一种 这边帮你准备了很多个 那一次只能加一个啊 所以你随便随机挑 或者你可以 你可以针对你所需要的名称去考虑一下 那不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一个接一个 一次只有一个 比方我现在选第一个 对不对 选完以后按载入 他就加在他的后面 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增加了 好 你就可以去试验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哇 怕死人这么大 我们再练习一个 比方这个 好 那我们把它缩小 说到可以看得到 我们来试试看 长这样 好 那我们如果要继续增加的 一样 再选择笔刷这个面板继续按一下 再继续按 载入笔刷 第二次就不用那么累了 因为第二次他就直接 找到刚刚对应的这个地方了 那你可以随便乱加 比方我现在加字最长的一个 加完了他就继续加在后面了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字 这也叫笔刷 对吗 所以笔刷的形态不是真的只有用笔在画画 有时候是像盖印章 那如果你懂得去分离涂层用 就不像现在这样子 我现在重盖 比方我现在新增一个涂层 那我把刚刚这次盖在这边 我不满意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修改 怎么改 比较简单的改法 直接改色 是不是就可以改色 那还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变形 有没有任意变形 还可以做什么 进一阶的改法 我可以把上面这个地方有个锁定 各位不知道还没有印象 上次有用过一次 这个地方锁定 按住以后 他的外缘就不会再被改了 这个时候我改回一般笔刷 改回一般用的这种笔刷 那我就可以重新改色给他 因为我把它锁起来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选别的颜色去处理他 比如我现在选这个绿色去涂他的表面 这样子 那我再换一个颜色去涂他的中间 这样子 我的颜色又开始变成七彩的 你可以这样去处理 那你懒得这么处理 你再加一个新工具 这个东西叫做 建成工具 建成工具 你可以在这边挑选建成的项目 那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吗 笔刷怎么加 按载入笔刷 对不对 建成这个东西 他也是一种可以加的资料库啊 那他可不可以加 一样的道理 按这边 他这里也有载入建成 对吧 好 所以你也可以再去选择建成 但是你得先去网路抓 档案下来用 才会有 那我家这里交你软体直接给你的 这边底下这里就有了 这是软体所附给你 但是他没有增加进去的 好 所以是他额外给你的 那比方说我现在选这个粉蜡笔 按加入 他就加在后面了 那别忘了选这个 哇 很漂亮的颜色对不对 好 这样拉一下 因为他就出来了 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更多变化 一字这么浅 看不清楚啊 怎么办 有没有 凡学过要举一凡三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 有没有你的老朋友 有没有 好 那我现在加阴影 我把它调间去调低一点 有没有 然后呢 尺寸条低一点 他是不是出现阴影效果了 你可以用这样去做啊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字就看得清楚了 对 所以变化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 那我们学过的东西其实很多 但是问题是在考验你 你会不会搭配这样的问题 好 你先学习看看 我附带一题 你刚刚不是选择笔刷载入吗 有没有 我们是不是用载入 因为那你们看到底下这边还有一堆 这个也是软体给你的 有没有 所以他所有加入的方式 形态都差不多 那比方说 像这边要加 我要加很多效果啊 好 这边有潮湿 我们用一个自然笔刷好了 好 加入 他就会加在后面了 哇 这就增加出来的 所以这些笔刷的花样就很多了 那因为我刚刚有锁起来 所以我必须要再多增加一个图层 我才能够画 这就是增加出来的笔刷 好不好 那笔刷多了以后啊 是不是会越来越多 哇 那就很困扰了啊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笔刷啊 这个每个笔刷长的样子看不懂 太小了 有没有 怎么办 还是这里啊 你可以把它改成大型画的缩图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好 那笔刷更多了啊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这个画面拉大 你可以控制一次看的比较多哦 好 那有时候看到说 哇 那你怎么给我一个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贝果是不是 还是太阳饼 这我不喜欢 根本用不到怎么办 对 按删除 那怎么删呢 按auto键 他就变一把剪刀 咔嚓 他就不见了 好 你爱怎么剪就怎么剪 偏偏剪 乱剪 剪到天荒地老 剪到你不要不要了 对不对 剪完以后啊 你可以按这个 你也可以直接用重色笔刷 好 那他会问你 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啊 笔刷是要把它取代吗 因为重色的意思 也是一个新的笔刷嘛 所以我对 我要取代他 所以我所有的笔刷 我都不想要了 好确定 他会问你 那你刚刚有修改啊 你这笔刷主要存吗 我懒得存 不行吗 那就按for 我不存 他就不存 这个就是你原来的笔刷了 有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开始自己考虑自己去控制的 那换句话 我刚不是有讲这个建成工具吗 它的意思也是一样啊 你在这边可以按 你在画面上按右键也是可以选啊 你是不是跟笔刷的效果都差不多 好 那你这边呢 也是可以增加修改吗 那你也可以改大型缩图啊 他是就变大了 你也可以再改 不要 比如说我要重设笔刷 好 好 那再来是什么呢 我要剪掉一些不要的键程呢 按Auto键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它就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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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的给它剪掉 剪到你高兴的 那这时候剪太多了 不用不用怕 只要按重设 是不是就可以回来 确定不要存 他就回来了 所以一切都是不用怕的 我们来到浏览器里头去搜寻 我现在搜寻的是花纹 搜寻的是图片这边 那找到以后啊 我们现在来先尝试自己做笔刷 你在找寻图案的时候 尽量找这种黑白颜色明显的图 单色的图比较好 那要找层次多的或照片也OK 但是尽量找这个物件本身看起来是单一的 不要是整个画面有没有 就是超出的 超出画面的像这种 你可能制作笔刷上来讲就是不方便 那我们要找这张图嘛 Google呢今年开始改变了 他本来以前会有一个有没有 就是图片的来源位置 现在这个按钮被取消了 应该是被人家就是有做这个申诉 因为这样很容易侵犯到人家的 那个图片的来源的财产权 所以他现在把那个项目取消了 没有办法我们就只能够按前往 来到他的原来位置 好再点一下 你这时候记住到这个图案的 需要把 q 位置 如果你只要下载数材 也OK 但是通常他会要你付费 所以你可以直接截取就好 按右键 有没有 另存图档 我们要其实只是一小部分 那我现在先把它放在我们的桌面 好 我现在放进去啰 好 我们来到Qo 下方呢 把这张图打开 这里 打开 所以这张图我们单独打开的 那比方说我现在呢 想要用这个图案 来做我的笔刷 你记得哦这样子选 要选择矩形的选取画面工具 然后把你要的这个图案的范围 选到尽量刚好 选到尽量刚好 一定要举行的哦 那选完以后呢 紧接着来到编辑这边 然后底下往下找 你会看到这边有个项目叫做 定义笔刷预设计 不是图样是笔刷 好这时候他要请你给他一个命名 随便你 你要取什么都OK 好确定你的笔刷就完成了 然后同学说哇 啊变效的在哪里 看没对啊 有我们来试试看 一样是用刚刚这张图 好我现在来到笔刷工具哦 我在笔刷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最后一项 就是你所设定好的那个笔刷了 好一样的意思哦 他也可以调大小 按住AUTO键加右键 你就可以调大小了 好所以你要小或大都可以 这就是图的 这就是点的 那你一样啊 可以利用刚刚这个笔刷面板 去做微调 比方说我们调散步 好把散步打开 它是会变这样 数量少一点 好这样子 好我们来试试看哦 他就变这样子 好这是我们做出来的笔刷了哦 那你也可以用人物的照片做笔刷 比方说这个家伙就是 一样是用举行的工具哦 我把他的脸整个框起来 好那我按下编辑 设定笔刷预设计 这样就是一个笔刷了 OK我们来看哦 选择笔刷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的笔刷了 好我把它缩小一点来看 盖上去 就长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你找图的时候 尽量找完整的 不要找像这样整个画面的 因为你做出来的笔刷是被切掉的 好这样了解 好